这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防跑片 这防跑片的作用就是防止蜂蜂逃跑 防止蜂蜂逃跑了 也就能够防止蜜蜂逃跑 有很多人都问我 这个隔膀片 就是他想逃跑的时候 我们装在门口 要装多久 把它移开 现在我就来跟大家说一下 假如啊 没有一箱蜜蜂想逃跑的 我们就在这里 这里装一个防防片 装上防防片之后呢 这蜜蜂能进去 但是这蜂蜂呢 却出不来 看到没有 这个蜜蜂是可以进去的 但是这个蜂蜂呢 它就 逐步来就跑不了 我们把它装上去之后 就要观察 让它有花粉回来了 就证明蜂蜂已经开始残暖了 一般蜂蜂开始残暖了 它就不会逃跑了 这时候我们不要马上把这个隔膀片给拿掉 因为它抚育这个幼蜂要经过一段时间了 我们最好呢 就是看它有花粉 多花粉回来 有一个礼拜左右吧 我们再把它拿开这样子 就比较保险一点 为什么我们不能一直把这个隔膀片装在门口 第一个是它产花粉回来的时候 那个隔膀片 就会把它的花粉挖掉 它抚育的药蜂就比较吃力 就不快 发展不快 再一点就是它去采蜜的时候 也会受到阻碍 它采蜂蜜就不多 就失去了我们本来养蜂的意义跟价值 我们装个隔膀片 其实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我们看到它想逃跑 装了隔膀片 同时也要去喂 因为里面没有要的吃了 它就会逃跑 这个都是迷信的天性 或者是里面长虫 或者是里面有草虫 有垃圾等等 这样子我们就要去帮它解决掉这个问题 它才会安定地住下来 好了 关于这个隔膀片 装在门口 要装多久可以拿开的视频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各位的观看